我们每次上课的影片都在教学论坛 所以如果你假设要收到每一次上课的影片的话 那就请各位自行加入进来 那会把每次上课的影片都放在教学论坛 那所以如果你有加入的话 应该会看到第二次上课 那你前面如果没加入的话 你变成之后才会收到每次上课的连接 在这个连接 所以理论上你应该会收到一个清单 内容的话就五段 那上个礼拜的话主要就是讲了这个 就是我们以台北市的开放资料 住宅切到的开放资料 想要统计一个资料 就是到底有三个问题 历年的切到案件到底是增加还是减少 所以我们有在这个资料下载下来之后 插入一个年 NelNapt 区的话呢就是利用Mid 那入接到的话呢 我们上礼拜用了几个函数 用Find函数 去寻找有没有0这个字 我会把它放在云端白板上面的第一个单元 就这一个 你把它打开之后的话 那当然我们就要根据这个资料想要知道三个事情的答案 第一个历年的切到案件到底增加还是减少 有没有变好了 还有切到案件哪个地方占比最多 另外哪一条路或接或到的切到案件最多 大概是这样 还有其他的问题 如果各位有兴趣 不妨可以自己再去了解 那有一些画面我是有把它截图了 那至于呢上个礼拜最难的那个部分 我是已经把公式贴上来 另外有把那个就是ChargePT我的问题怎么问 也把它贴上来 所以你如果假设要得到最后的答案的话 其实就这一串 它的位置的话在云端白板上面第12页 所以将来各位如果想要找到我一模一样的这个资料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看一下第12页 然后找到这个位置 很简单 如果你假设你上个礼拜没有存到档 你就直接Ctrl C 那因为它这个是F2 所以我直接把公式贴到这个位置 H2的位置 把公式贴上 打个勾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 那其实这个冗长 其实这个怎么做的上个礼拜影片都有 所以如果假设细节部分 我就不赘述 因为我们时间真的太宝贵 然后把它向下填满 这个向下填满 它就会自动帮我把路接到所有的这个资料取得 OK 所以这个应该上个礼拜我们都讲到了 那因为有些地方讲过了 我就不重讲 就是上个礼拜 特别针对这个部分做说明 那另外的话 我们有写了一个叫什么VBA的方选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写成Sub 然后最后的话把它存档 记得要存成什么启用巨席的活页部 所以另存新档这个很重要 因为你存错档的话 你的资料就会全部消失 尤其是程式的部分 OK 那我们做完之后的话 当然如果你要做统计分析 那你说那个 你Sub里面有哪些功能是可以快速知道答案的 其实主要就是利用那个所谓的插入枢纽分析表 其实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假设了我们今天的目标是希望怎么样 把刚刚讲的这三个问题的答案把它做出来 OK 另外的话我希望把因为我们等一下做的是用滑鼠键盘人工的方式去做的 但是你说那我可不可以不要人工的 我希望让VBA 不过这个地方就没有办法用Excel的公式了 Excel的公式是没办法 因为Excel的公式它没办法做出你的分析表 所以如果比较复杂的事情 基本上Excel里面的公式都做不到 那怎么可以做到 就是VBA的部分 OK 所以但以前要写VBA真的非常难 那因为有去RGBT的 我觉得很多事真的就变得简单 但是不是说你随便乱跟他乱讲 他就随便 对 他会自动给你正确 不会 如果你随便乱讲 他真的就随便给你答案 而且他会随便讲的很正经的答案出来给你 让你以为那是对的 OK 即便他乱讲话 他会讲得很正经 所以有一个说法 就是他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就是说他即便讲的内容是错的 但是也会让人家误以为那是真的 那这个是目前AI最大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希望得到一个比较标准答案 最好是有一个比较自视的一个范本 那我会把这个 我怎么产生这个程式的这个范本 会提供给大家 反正你们就是大概练习的时候就可以先用我的范本 然后跟ChurchVC对话一下 然后再来就可以试试看自己做一些变化 那这样应该慢慢你就会越来越上轨道 然后VBA以前本来要学很久 现在突然间其实我是觉得应该会简单很多 那首先我们针对自然有没有变好这件事来做练习 所以请各位第一件事把上个星期的这个部分先打开来 然后你要先确定一件事 就是这个档案 有没有年跟区跟路街道 那为什么需要这个三个栏位 主要原因很简单 因为没有这个 你枢纽分析表就没办法做 因为枢纽分析表主要是根据 你有的栏位 他帮你去做统计分析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栏位 很抱歉 他没有办法做到 我目前还没办法做到 所以第一个 所以按照怎么知道需要哪些栏位 因为我们关键是历年 所以你必须有个年 那区的话就是哪一区吧 区 哪一条路街道 那所以这三个都有 好 那我们条件准备好了 OK 第二个的话呢 我如果要知道历年的切招案件的状况如何的话 那接下来我就直接游标 记得 把它先点选这个范围任何一个储存格 当然你要选起来可以 就是选比较麻烦 一般习惯是游标放A1 Ctrl 7向右再向下 他就会把它整个选起来 不过我印象中 枢纽分析表你不选也没关系 你游标放这边 他一样会自己把它扩大 所以我们先游标放在这个范围的任何一个储存格上面 接下来的话我就找到插入枢纽分析表 那这个时候他会问你说 你的范围对不对 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范围应该是这个工作表的名称 所以工作表名称就是这一串 然后后面有个惊叹号 惊叹号指的就是后面的范围 范围是A1到H的3868 应该没错了 那按确定之后的话 如果我要统计到底历年的切断案件 是总共多少件的话 当然以往你的做法是什么 以往你的做法当然就用算 这个103好像是有一件 所以加1 那104有几件 这么多件 但你不可能说一个慢慢 123456789 选到这要多少个 所以如果我希望让枢纽分析表 帮我做这件事情的话 很简单 第一个 请你插入枢纽分析表之后 接下来 你们要发现在右边会出现 有一个枢纽分析表栏位的东西 那你可以怎么样 把粘的部分 拖拉 特别是按住不要放 放在列的地方 列的话指的是 你最优先想要做统计分析的栏位是哪一个 我要根据年的部分 所以你就把这个粘 然后按住不要放 拖拉到列 OK 那你会发现这边不是会出现 103到113 那这个为什么年 你说老师年不是3000多笔吗 为什么它最后只剩下这么一点点 很简单 它其实主要是帮你做了一件事 就是移除重复 也就是说只留下不重复的资料 的那一个 有没有 所以104一堆 只要留一个就好了 好 那接下来你要算什么 算到底104的案件有几个吗 所以到底那个3000多笔里面104有几笔才是重点 所以各位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个值 如果你把这个粘再拖拉到值的话 它会自动帮你算出来 有没有发现 104就有6870笔记录了 OK有没有 算完了 然后其他也都算完了 所以它先帮你做什么 移除重复 然后在计算里面的数量 有没有发现 那这个所谓的值 有没有发现 上面有个sigma 这个其实就是上函数 那你说老师 它为什么不是帮我加总 我跟各位讲 以后如果你这个栏位里面的资料 如果它是数字的话 它就是加总 但是如果它不是数字 而是文字的话 它就帮你算几个 那你可能想说 老师不对啊 104不是一个数字吗 怎么会是一个数字 我上课刚才特别讲过 它靠左对起来靠右 靠左 所以它是什么 它是文字 所以我们没有特别把它再用value 转成这个数字 主要原因是 如果你把它转成数字之后 它得到的就不是600多 而是它把104再加100 再加它全部把它加在一起 那如果你将来要改的话 变成你要自己再手动改一下 它的值的栏位设定 可能本来是加总 你要再把它改为技术 那其实加总就上了 技术的话其实就count 应该可以知道 那这个就平均 average 然后最大最小 这个其实都蛮常用的一些统计分析的一些函数 那当然我们就不改了 所以很简单 这个拖拉 这个拖拉 OK 好 那你可以看到了 哇 马上知道说 原来104年600多 隔年好像降了一点 再隔年好像越来降 越来越往下降 那113好像降到最少 不过113好像还没结束 因为它的资料好像都没有给全 所以理论上113好像 来统计好像有点多了 所以理论上 我们应该统计分析的 其实主要针对104到112这个range 会是比较正确的啦 OK 其他的话可能 因为你看102年怎么可能就一笔 所以这个应该是误持吧 OK 然后113 所以最后我是希望这个表格 帮我呈现出来的 只要这个range其他不要 那怎么办 如果你不会的话 可能就是把这个表格再复制贴到另外地方 然后再把它删掉 可是如果你用数纽分析表 假设这个跟这个 还有这个不要的话 很简单 请各位注意一下 这边列标签 右边不是个箭头 按下不要 点它一下 然后呢 你就把不要的部分打勾取消 这个就跟那个筛选功能蛮像的 隐藏掉102 103 还有113 这个东西不要 这样的话就最后表格出现了 但是其实你像可以看出来 从104年的600多笔 快700笔 到去年的这个240 其实最低好像是这个吧 110年的时候是最低的 然后慢慢好像又为伏向上 为什么呢 疫情关系 可是疫情大家都在家 在家反而应该不容易招小偷才对 因为小偷不会挑有人在的时候 一定挑大家都去上班 或者大家都在睡觉 没有那么笨的贼 一定会被抓到 一定会被抓到 所以为什么 不知道 反正我们只是推估 那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 治安理论上应该是变好 OK 那你会想说那是不是全台湾各个县市都变好 还是只有台北市变好 不知道 所以其实如果你有兴趣分析 你可以把那个六都有没有 的资料取得 然后去分析一下 你可以知道说到底六都的住宅切断案件 是不是同步的都变好 还是说只有台北市变得比较好 或者说其实除了台北市之外 还有更好的 那这样就可以比较出来 不然有时候说真的 大家对于那个 这个政绩的好坏 其实说很多都是虚的 好像说你说好 但好像又没有那么好 到底好不好不知道 所以有的时候 反而数字真的会说 因为这个都知道 其实理论上不太可能会被假造 OK 那可是问题你看这个数字 当然也看蛮清楚 可是如果画个图 应该会更容易理解 所以理论上 这个图画出来之后 我们会再利用在上方 不是有分析表工具的分析 这边就会建立一个枢纽分析图 然后我如果希望画一个图 让这一个表格 更容易被解读的话 那理论上 我们会画哪一种图 一般是画这个直条图 可是直条图只是数量 也是可以 可是一般如果有时间的这个 这个因素的话 我们通常还会配合一个叫折线图 有没有 折线图的话通常是时间跟这个数量 如果你有时间跟数量的话 那理论上画一个折线图 会是比较恰当的 那问题要怎么画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这个图先完成 然后再来我们等一下就再画个图 然后就分别把三个问题的答案 用实际上的统计分析结果 但我不判断了 而且我没有什么怎么立场 因为之前有上这个课 就说老师 老师你是不是小草 之类的 OK 我说完全没有 我只是因为看到这个资料 比较适合拿来上课 没有任何的立场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比较相信 比较客观的 对 因为我觉得不需要去崇拜 也不需要去迷信 OK 但是而且人会改变的 好吧 不说了 OK 这不是我 反正这个 所以呢 请各位先试一下 我再把重点跟各位讲一下 第一个 你先确定有没有黏 如果没有黏 你再自己插入一个栏位就可以了 这个资料怎么来的 应该有印象法在这里 就是这个连结的CSV 那只是说我下载之后 把它另存成其用巨集的活页部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些 这个部分前面讲的 其实上两次课都有讲 所以如果假设你们比较没有跟 有同学有新加进来的 没关系 你就把前面的影片看一下 然后照着做 应该理论上都会做得出来 那后面我们是希望说 可以让它变成自动化 也就是连枢纽分析表 和画图 都尽量看能不能自动化完成 如果可以的话 那其实很多事情 一键完成所有报表 这都不是什么问题 甚至如果可以 类似像那什么 Power BI一样 做一个所谓的 这个 那个名称叫Dashboard 仪表版 有没有 也不是什么太大问题 试试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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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